當地時間5月5號 美國白宮官網發表聲明稱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白宮副新聞發言人卡林·讓皮埃爾 已經被提升為總統助理兼白宮新聞發言人 她將於5月13號接替現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正式任職 卡林·讓皮埃爾也將成為第一位 擔任白宮新聞發言人的非裔女性